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花60塊錢買了兩斤五花肉 我們來分享一個紅燒肉最正宗的做法 我們選五花肉的時候 最好選這種肥肉稍微厚一點的五花肉 一定要帶皮的 這樣做的五花肉才會好吃 首先把洗乾淨的五花肉切成大塊 然後再改刀切成小塊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然後鍋中倒入涼水 再把五花肉冷水下鍋 加入薑片和蔥段 一勺料酒去腥 然後用鏟子攪拌一下 再開大火燒開 我們炒水的目的主要是讓它去一下腥味 再去一下五花肉內部的血水 然後燒開之後把表面的浮沫撈出來不要 浮沫撈乾淨之後用鏟子攪拌一下 讓五花肉受熱均勻 然後再煮五分鐘 把五花肉煮透 五分鐘之後再把五花肉控水撈出來 然後把五花肉倒入溫水中 再給它清洗一下 把五花肉表面的浮沫清洗乾淨 再給它控水撈出來 給它裝到肉欄裡 然後用廚房子 讓表面的水分擦乾 這樣等一下炒的時候不會崩油 如果表面有水分 就容易崩油 擦乾之後放一盤備用 接下來我們準備一點配料 一把乾辣椒 兩個八角 一個草果 兩片香葉 再少放一點桂皮 桂皮飯多了會苦 再加一小把花椒 然後全部把它裝到調料盒裡 這樣紅燒肉做出來的時候 就不會髒毛調料了 再把料包放到清水裡 浸泡半個小時 這樣可以去除中藥味和苦味 然後把鍋燒熱 下了五花肉 然後開中小火翻炒 把五花肉油脂炒出來 這樣炒過之後 五花肉吃起來不肥也不膩了 給它翻炒至表面金黃 炒的過程中要不停的翻動 防止炒糊了 我們的五花肉已經炒出了很多油脂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它控油 撈出來裝入碗中 剩下的油可以留著炒菜用 鍋中留少許底油 放了幾塊冰糖 開中火把冰糖炒至人化 炒糖色的時候一定要開中火 小火很難炒出糖色 開大火又容易炒糊了 慢慢炒炒出這種早紅色 再加一勺開水 繼續炒 翻炒均勻 炒至大泡泡變成這種密集的小泡泡 我們的糖色就炒好了 再把五花肉倒進來翻炒 翻炒均勻 炒至五花肉上色 像這樣就差不多了 顏色已經很漂亮了 然後倒入啤酒 啤酒摸個五花肉多一點點就可以 再把準備好的料包加進來 然後再加入蔥段和薑片 再加一勺紅燒醬油 一勺生抽 一勺蠔油 適量的胡椒粉 幾塊冰糖 一勺鹽 然後放拌均勻 然後蓋上蓋子 轉小火煮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之後 我們打開蓋子 現在就已經有濃濃的香味了 然後把調料包和所有的調料 全部夾出來 煮了三十分鐘了 這些調料的香味都已經煮出來了 再煮下去就會影響紅燒肉的整體味道 再蓋上蓋子 繼續小火煮三十分鐘 現在已經燉的差不多了 哇好香啊 然後開大火收一下湯汁 收至湯汁變粘稠 像這樣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是油和糖了 就不用再繼續煮下去了 香噴噴的紅燒肉就做好啦 色澤紅亮肥而不膩 再來上一碗米飯真的是太香了 這樣做的紅燒肉比飯店還要好吃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